高岛沙发按摩椅 智能声控 动口不动手 有人去买了一台六年车 Livina 跑12万多公里 要卖的时候才发现 之前的里程高达39万余公里 六年车开39万 不知道怎么开的 就找那个车行 车行就说 这个我是同行调的 不是我 不是我调的 别人调的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受害者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反正现在就是在受告 其实我跟你讲 买到调表车 你们也不要难过 你知道吗 调表车 之前法院有判例 你知道吗 一公里赔3到5块钱 所以你买到调表车 你要很开心 千万不要和解 干啊 我怎么会教你们这个 我等一下被人家开枪 不要 这会员直播在讲 好不好 这我觉得不适合 在今天这种场合讲 我现在很好 I'm fine I'm good 没有啦 调表这个事 我跟你讲 我也有接收到 不只一个本师的讯息 真的有很多 我觉得我也很开心 我坦白话讲 很多人来告诉我说 小师哥 我昨天 或是我前几天 我上礼拜 因为有看你的影片 我去看一台自售车 我一查 才发现 他的表不准 有小师哥的影片 教我们怎么挑选二手车 我收到好多的讯息 有的是去车行 有的是去 网路上看到 不知道真的还假的自售 用小师哥的方法 怎么上 建理APP去查询 那也有收到很多讯息说 用小师哥的方法 问车商的时候 车商说 车子都没有撞过 后来用小师哥的方法 我看到引擎盖的螺丝有转动 问车商说 你证明明螺丝有转 车商才说 有啦 其实引擎盖有换过 我就转头就走了 真的很谢谢小师哥 一直以来的影片 我觉得说 抖内是开玩笑啦 当然人抖是最好 哈哈哈哈 不过真的 我们拍影片觉得说 有收到这些反馈 就觉得很开心 至少说 就一个是一个嘛 那因为现在我觉得 调表这个事情 其实越来越少了啦 我说实在话 真的越来越少了 如果遇到这个事情 基本上 查证属实啊 不用担心 没有办法讨回公道 其实都还是 可以讨回公道的 好不好 你说 买车被骗 有没有办法解决 有些人他会抱着一个心态 反正我来说啦 我也没一定 去找小师买 小师那么贵啊 比如说啦 至于小师 有没有比较贵 那是其次 对 因为我比较便宜的时候 并不会有人跳出来说 我干小师好便宜 不会 只有贵有人会跳出来讲 我比别人便宜 他买到便宜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跳出来 我干小师好便宜哦 你这台车哦 外面都卖五十几万 你才卖四十几呢 你卖好便宜哦 我做这个行业二十几年啊 我没有听过一个客人 跟我讲过这句话 大家来嘛 小师人家卖五十 为什么你卖五十二 每个人来也只会讲这个而已 哪一个我没有听过 有人跟我嫌便宜的 从来没有 人都是这样啦 他来估车啦 外面估四十万 小师姑四十一 他会跟我讲吗 不会 对不对 小师给一万 快买他快卖他快卖他 对不对 他怎么可能讲 他不可能讲嘛 啊不管啦 反正哦 我的意思是说 不管便宜还贵 很多人会说 哎 我就真的要买贵人哦 他敢骗我 我就告他 对不对 现在是法治 法治的这个社会 我调表 次故没讲 我就告他 告死他 没问题 没毛便 可以 绝对可以告他 没有问题 问题是 你买一台二手车 弄到要去相告 那你不会觉得很累吗 即使到最后 你可以讨回公道 但是未免有一点太辛苦 那你如果觉得 因为我买的便宜 所以我做这样的事情 我很有空 当然另当别论 但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你只是要简简单单 买一台二手车 那就我OK 我也讨厌复杂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买一个简单 迅速 不用思考太多 不骚脑 不用担心被欺负 不用担心被凹 啊你说 买稍告什么 那一定没毛病 好不好 你都可以去告 没关系 对不对 啊买到调表车 我觉得就去协调 其实大部分都这样嘛 我跟大家分享过了 不管你买到事故车 他没告诉你 你买到调表车 他没有告诉你 你可以去告他 你可以寄存证信函 你可以提告 那对方一定会跟你和解 啊要差多少钱补偿给你 怎么样 那相信有时候丢出一些善意 不然我赔你三万 赔你五万 大事化小小事化五 搓汤圆 搓一搓 越来越圆了 越来越圆了 就和洩 就搞掉了 我跟大家以前 很久以前就跟大家分享过 其实这一关一关 一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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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能够坚持到第几关 呵呵呵呵呵呵 你知道什么叫一关一关 你买到有车有问题 对不对 第一件事你不会马上告他 你一定会打电话跟他讲 诶 陈先生 你那时候卖我这台车 你不是说 不是事故车吗 我回来 送去检验他是事故车 那请问怎么办 那一开始车商接到你这样反馈 哦是哦 诶 怎么会这样呢 是什么 怎么样的事故 他就讲 哎呀跟我讲过说这个大梁 曾经拉过什么 诶 是这样吗 哦那应该还好啦 那小小的而已 应该没关系吧 啊可是陈先生 你当初跟我说 没有事故啊 啊那可能记错了 啊没关系啊 啊车很好开嘛 车应该还不错吧 车开起来有什么问题吗 车是没什么问题啊 可是 事故车就不应该是这个价钱啊 车没问题就好了 买二手车 大大小小碰撞应该OK啦 好吧第一关 先凹看看嘛 第一关嘛 啊不然啊你怎么办啊 你这样不对啊 你这样我要求退车啊 啊可是都过户啊 退车啊 不然我帮你跟我们这个主管 反应一下 看是什么状况好不好 我们在在保持联络 好挂掉 好不理你 不回你 啊过几天 哎啊看啊不理我 你又打去 说啊陈先生 你不是说 要跟你们老板反应 我要退车啊 哦对吧 啊这个时候 可能就看软件就看了 会硬一点嘛 哎 陈先生 我告诉你啊 大家出来要买 你不懂要买2Q车 对吧 啊这车的用力也贵你了 啊车也不是说我搬车啊 是怎么 啊你也知道很爽的啊 对吧 你现在环头要处理什么找的车 对吧 我们人是社会的招条 但是不是怎么处理的啦 我们说是赞的啦 啊我老板就说啦 啊这车好车 不然你把我勾啦 我没办啊 我是买你好车啊 啊现在当车啦 我会跟你处理的那样 你意识是那样哦 不然看是买输而已 还是怎样都不够 毁阵我告诉你 车你也把我勾起了啦 你别说你都不勾啦 你怎么有你勾嘛 你怎么不勾你不勾嘛 啊 你怎么勾得很重的那不是 啊没有 稍微硬一点嘛 好啊再来 第三关 啊关关难过 关关过 他先看看 有些人到这边就止步 他可能电话里面在掺杂一些 我告诉你啊 人家说赞的啊 总统啊不要说啦 你住桌围你一直做上班 对吧 我们也是清清楚楚 我们是想说好好做一个生理 对吧 买你一个好车 啊你也不要勾到说 我们没台没钱啦 哈 我怕你不勾 对吧 你不勾的时候 我可以帮你去接你的孩子 如果下课上课 我可以帮你接送 我让你不够好啊 因为我才能拎桌嘛 有没有 雨袋恐吓一下 看你会怕到吗 有没有 还是凌座啊 我叫熊猫 我请你吃饭 上去拎桌 我有主祭 看你要吃什么 对吧 看要吃土豆 或者是什么 没有我叫我们阿门跟你送去嘛 没关系 好不 看你想要吃什么 我请你吃一招子 粗饭 对吧 我的人很高慨 没关系 你说我买他这次受狗 没关系 受狗完在 我保证你 你整个会我都请 都我请都我处理 没关系 没关系 还是 凌座啦 我们这样说啦 不要说吃饭的事情 我又招待你整个会 去柬埔寨出头 你知道吗 去旅游 我叫我们阿门 带你们的领队导游 带你们整个会去柬埔寨出头 叫我们阿门 我们阿门很适合 我叫我们阿门 带你们去游戈区游浪 没问题 我也给你们保证 对吧 你说我们的车是受狗车 我们给你保证 没关系 有问题 怎么说 没关系 如果有需要 怎么说 我卡住 有没有 比如说这样嘛 第二关 还第三关 我忘记了 哈哈哈哈 有些人在这边就 动掉了嘛 又一关了 这一关有人就过不了了 再下一关 再下一关 你还是很硬 你还是要跟他拼 寄这个纯正信函去 你就去找消保官 再来又不一样了嘛 下一个人就打来 林先生 你好哦 我有看到你这个纯正信函寄过来 槟榔陈先生说 卖你的是世故车是不是 不好意思哦 因为这样子啦 是这样我跟你说明一下 陈先生已经离职了 我是他老板 那这个我也不晓得 他有卖你这台车 这台车不知道他去哪一个车行调回来的 他场外交易啊 场外交易你知道吗 走私啊 没有透过公司 没有透过我 所以我不晓得这件事情 那这可能是他个人行为 你可能要找他 这个你这个纯正信函的这个对象 可能记错人了 记到我们这个车行的名字 可是我们哦 完全没有跟这个林先生这边交易过这台车 当初签合约 你们合约的名称是什么 您是签这个林大德嘛 那你看乙方的部分 他是签檳榔陈 不是我们小陈汽车 所以可能这个合约上面 都没有我们小陈汽车商行的名字出现 只有这个林大德跟檳榔陈的签名 这个部分是你们民事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 您要记这个纯正信函来是没毛病没问题的 麻烦你哦改一下纯正信函的内容 可能要记给这个冰榔陈冰先生 好不好 下一关了啊 那汇款就不知道你是 有的是这个现金嘛 那你如果是汇款的话 可能当时的账户 搞不好就是冰榔陈的账户也不一定 就类似这样嘛 再推一关嘛 在这一关 好不好有人又卡住了嘛 怎么办 靠腰啊 冰榔陈上面冰榔陈 早半天没有冰榔陈这个人 为什么 因为他用艺名跟你签约嘛 你到全台湾的护证事务所 都查不到冰榔陈这个人 哈哈哈 他用艺名签的你知道吗 这又一关了啊 你再弄一关 一关一关再一关 好不好 现在你告这个人 总要找到这个人吧 我记得没错的话 民事之间的这个提告 你必须要有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嘛 不然你要把纯正信函 或者是告诉书 你要寄给谁 不是刑事 刑事的话 检察官会帮你找人 警察会帮你找人嘛 那买卖的纠纷 如果是民事的话 你怎么去找这个人 你知道他真实的姓名地址 电话 电话搞不好王八卡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 也有可能啊 他如果一开始就是 确定他要做这样的生意 他一定有所准备 好 反正一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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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一个观念 到最后一关都来得及 好 假设前面那些都推翻 你真的找到人 你告他了 最后一关就什么 和解嘛 林先生 我跟他说 我当初真的 这个 见钱眼开 我不对 我跟他回系列 好吗 不要这样 我相信 他要打官司 也要听律师 对吧 不然我们简单处理 看你感觉如何处理得好 不要说退车 你找我也找三个月 叫你找到 你车也用三个月 我买理的时候 你说买车 我买理的时候 去路线 两万 完啊 现在载到三万 你也不要说你都没载 对吧 大家到时候听一下 看还是说我了多少 还是说你买完 也不要说用完处 对吧 你玩的车也有载 再来瞧 当你已经这个筋疲力尽了 你已经感觉 我买一台车 他妈怎么会弄到 一关一关 到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人了 我终于可以告他了 然后他要跟你和解 我的经验 十个里面 大概只有两个三个 会告到底而已 因为通常最后会和解 退车 不全额 还是说他赔你多少钱 等等 不管 再来瞧就好了 最后一关 通常不太会 要走到法院去 那很硬了 车商这一侧 也有相应的信心 才会最后走到法院上 因为车商不是白痴 他觉得说我不一定会输 很少上到法院去 那我在这边也要强调 不是每一个车商的套路都这么多 我也没有要把车商的这个信用 或是抹黑所有的车商没有 并不是 这是少数 刚刚是表演的性质居多 那有没有这样发生 有 现实状况有没有 有 但是很少 有没有炸击起诉成功的 有 有没有调表告赢的 有 没有车商会跟你赌 在法院之前通常都和解掉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最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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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状况就是什么 整台车回收 那整台车回收他吃亏吗 不吃亏 我卖你40万 我收回来40万 东西还在我这 我有什么好吃亏的 但是如果收回来有扣一点钱 我又没有赚到 有稍微赚到 成本更便宜 我知道我的底线 最后就是全额退款 再举例一个 如果真的上了法院 你要要求什么 原价回收之外再赔我20万吗 依照判例你们可以去研究 有没有这样子赔过 不要说多赔20万 多赔10万 你看有没有这个案例 所以底线在哪里 就这样而已啊 了不起再多赔律师费 你想想看走到这里 前面有几关 哈哈哈 精神赔偿可以 因为精神赔偿比较虚无缥缈 你要很多证明嘛 那就看你会不会打官司嘛 BZ4X有没有 轮胎会飞出去 现在说不能开嘛 在当时我是不是可以精神错乱 没想到 我竟然把一台轮子可能会飞出去的车 从高雄开回到台北 我细思极恐 我现在很恐慌 没想到 我竟然让自己从高雄一路这样开回来 把自己处在这么危险的状况之下 我现在因为这件事情 我已经三个月 我的机器都硬不起来了 我没有办法跟我老婆做功课 因为我每次想到这件事情那么危险 轮胎可能会飞出去 我现在才叫 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情绪 我真的不行 想到我就很紧张 而且我还载着我的阿呆我的员工 万一发生什么事情 阿呆死掉了 我怎么跟他妈妈交代 我竟然开一台车 轮子会飞出去的车 从高雄开回到台北 我真的是 我喘不过来 我的精神 我真的不行 太可怕 我没想到我买了一台车子 我只是看着在台湾做了这么久的大品牌 我很相信他 我都没试车我就买了 我没想到我还特地跑到高雄去 把这台车开回来 我真的 我不想再回想了 我不想再回想了 我又押上了 从那一天 我知道轮子有可能会飞出去以后 我想到那一天 我只要一想到那一天 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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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个礼拜都要看心理医生 我如果从那一天 知道轮子会飞出去的那一天 我开始去看心理医生 我开始恐慌 我开始焦虑 然后一直持续到今天 两个月过去了 我持续的去精神科拿药 但是觉得有没有机会 看他要招回多久 我就持续 他如果要三个月四个月才完成 那我就持续去 好所以因为那是因为刚刚有人提到精神赔偿的部分 精神赔偿要要求 其实坦白说像刚刚很多人讲 你说容易吗 也没那么容易 然后你说赔的金额多吗 也没办法多到什么程度 所以我刚刚只是要跟大家讲说 你这种一个交易的这种纠纷出来 到最后其实你上法院最后的结局在哪里 差不多就是类似这样 所以通常在那之前可能就会有一些和解 那我还是跟大家讲 有时候不是全部都是这样少数 刚刚那个一连串的套路 如果真的这么缜密的套路 那个真的是可能已经是这个有预谋了啦 才有可能这样子啦 对啊 那我表演很累 那我滚一下 想看拆车洗车的影片跟汽车衣媒类似那种很疗愈 那怎么不看汽车衣媒 你就知道汽车衣媒有你怎么没有看 因为我们之前也拍过一些整理车的东西啦 可是久了只是换车而已 做的事都差不多嘛 洗轮圈啊洗底盘啊拆地毯洗啊 那久而久之其实做的事情都有点重复了 我们也期待说给观众不一样可以看到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比较没有那么专注一直在拍这个 而且其实现在蛮多频道拍汽车整理 真的都蛮专业的 我们比较没有着重在那个部分 每次我们拍那个拍完 都会有很多观众朋友问我们说 小诗哥你们有没有在外接 啊我就没有在外接 每天被问人家以为我们在做这个 啊我们就没有外接 我们就接不来 对啊如果今天我有余力去外接的话 我来拍这个有点类似行销 那大家看到我们很细心 然后愿意给我们整理 愿意给我们做 那我们就可以赚钱 啊其实我们一直也有做 只是我们在整理车的影片 我们就不会把它记录的这么清楚 好其实每台车都会做美容啊 都会清洁啊 只是只有在影片里面的片段而已 不会完整的把它摆出来 不会放在影片上 因为事情一直重复在做 小诗对MG新车的后勤服务有信心吗 哎我还在犹豫 到底要不要买啊 烦了 我原本是在犹豫要买汽油版还是油电版 因为汽油版的我很担心它的变速箱 双理由器变速箱 然后油电版的呢 我又很担心它的油电系统不知道怎么样 那再来还有大家讲的 MG的车的后勤的部分 虽然我相信买那个车回来可能会有流量 可是那个流量永远不够补贴我们所损失的车价 那以前购入一些比较热门的车也就算了 你看其实Central也算热门嘛 Swift也算热门 Fit也算热门 HRV这都算热门 那热门的车至少我们新车测试完卖出去 不会跟新车的价差太大 那这一次的MG我很担心 我一进一出 我担心它价差会很大 所以我就一直在顿低 那Andy令说中国车好吗 我也是抱持了这样的疑问 所以我想要买它回来试 试说现在的中国车好吗 我想知道他们到底多进步 我想要试看看 但是我又很担心代理的问题 因为我真的觉得没有一台车是烂车 任何一间车厂 它能够做得出一台车都很厉害 但是唯一从以前到现在 我们所经历的就是后勤的问题 代理商的问题 例如我们以前很常见的 比如说欧宝 雷诺 标志 我说以前的标志 或者是一些冷门的牌子 MG 以前的MG 或是以前的类似很多 艾快罗密欧 不管很多的牌子 我们也见到了Saba 对不对 商户他怎么做 即使Saba已经没有出新车 他还是一直在 持续的在做后勤 对不对 如果今天MG是商户 没什么话好讲 就跟小诗卖车一样 就算在小诗这边买到烂车了 小诗也不会跑 小诗也不会不理你 一样的意思 我觉得其实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不是在商品本身 还有最担心一个问题就是 我相信他如果组装是在台湾的话 基本上应该也不会遇到以前的那种 带料的问题 我要换一个什么材料 我没有要从大陆调货 要一个月要两个月 我曾经拍影片跟大家分享过 我买的一台纳智杰的S5 那那个车主跟我们讲 好像等了一个三脚架一两个月 那你三脚架已经是坏掉的状况了 却还要使用你的车子一两个月 来等这个料来 你才可以去修 三脚架坏掉 那已经其实已经稍微影响到行车安全 我为了等你这个料一两个月 我三脚架这一两个月就是在一个危险的状况 如果今天我坏的东西是 会影响行车安全的东西怎么办 我也没有带用车也没有带部车 我就必须要等你的材料来 对不对 类似以前遇到听那个纳智杰车主 分享的这种问题 我们也很担心会遇到 更别说变成孤儿这件事情 会不会有一天 哇完了变成孤儿了 这是另外一个需要担心的事情 所以这个我就顿丁了一下 我也顿丁了两天了 本来礼拜一就买了 后来我就顿丁了两天 还在做心理建设 我知道拍这个一定会有流量 你看我那天去看车的影片一上 流量就蛮不错的 还是因为里面有妹妹的IG 所以代表这个车是有话题有流量的 只是那个流量不知道够不够赔 好啦反正这个就像MG在说 不过我觉得 他们现在好像是打算要做一件事 就是以后有点像特斯拉的这种销售模式 就是让客人他们要定价贩售 他们要不二价 然后你直接到网路他们的网站去 然后直接在线上下定 我在一两年前我又讲过这件事情 我说未来其实所谓的业务员 新车的销售人员会越来越少 因为唯有用线上下单才是最简单 最节省人力的方法 那慢慢的这些销售人员会越来越少 保险现在都已经都可以直接下单了 你也不用摆了一个很大的展间 在那边租了很贵的租金 你展间只要小小的就好了 摆个几台车 约时间来试承就好了 我们有试承人员 你赔试承的人员也不用给他业绩奖金 你给他固定薪水 四万五万 你的工作就是带客户去试承就好了 你也不用跟他推销 你也不用签单 因为他试承完他就要回家 在网路上自己下单 就这么简单 你请服务人员就好啦 服务人员就固定薪啊 面对真的业务可以比价再杀价不用啊 为什么要用这种恶性循环呢 你如果每一台车都把你的价钱都定出来 就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比价为什么要杀价 我觉得比价跟杀价是最浪费彼此时间的一件事 当然这是消费者的权利 但是你今天你是新车你不是二手车 二手车有不同的车况 不同的价格 不同的服务 但是你是新车啊 你今天你想要买一台HRV Honda 你走到哪里就是87.5万 你从北到南就是87.5万 你怎么杀你要杀什么 就跟特斯拉一样嘛 那不用租金要不要回馈消费者 那是车场的问题啊 对你就不用比价 消费者也省时间啊 以前那个为了你买一台车要签户口 你有没有听过 为了买一台车 比较便宜要签户口 那冲到买书 孩子要讀学区 要去行照旅行 你知道吗 你敢信吗 然后在那边回报主管 然后在那边比较 哪个经销商多少钱 哪个经销商多少钱 你把钱都订出来 每个经销商都有钱赚 客人要去哪里下订单是客人的事情 你在那边搭比滴 干什么那边经销商比较便宜 我比他再便宜 我再送你 送你吸滴水声听 这可必勒 恶性竞争 我是这样觉得啦 当然我知道这样子会 有可能就业机会变少 只是我真的觉得这样很浪费时间 就是比价 然后在那边杀价 花那些时间 我去请示一下主管 主管不行 弄到所长 副所长 副所长来了 副所长来了 副所长还是不行 我去请示所长回请示所长 弄到最后CEO都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你也省去一些 我们上礼拜不是在谈说那个业务收什么 假订单 骗钱的那个 骗客人订金 骗客人车款 你可以省去那一段 装配件 我帮你去外装别间 你也省去这些东西 你可以确保 所有的配件一定都在我们公司装 我认真讲就是这样 你今天身为一个总公司 你也可以确认我的配件全部都是一定是在我们这边 绝对不会外流 大家都有钱赚嘛 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些都是穷人思维 在这个直播的最后 我还是跟大家分享 这叫做穷人思维 我们之所以穷 就是我们这个爱好和平 希望世界大同 希望大家都赚得到钱 这是错的 知道吗 人不畏己天诛地灭啊 兄弟 所以以上 仅供参考 穷人思维 跟大家分享 最后的这一part 讲得很好听 什么大家都赚得到钱 这些东西 穷人思维 不要学 今天案例宣导 宣导一个表演的一个多小时 你老师耶 只讲了一个案例 晚安啦大家 Ultra-Z3 地表最強的Dual Lens 大家晚安